到四川来 恐婚是不可能恐婚的 当暗访一位结婚九年的穿越男人时 结婚好久了 我的 有点冷 我们之前 我喜欢有个女孩 结婚在 我也有个女孩 不是个处理话 我老婆大妈家的 你害皮 我不害皮 三句话就暴露了自己的家庭地位 你有急事 什么急事 女朋友打电话 打几个电话 催着我去送她爸就回到大了 你女朋友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有一点 有一点 他是不是打你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全身上下就嘴和膝盖是硬的 想刷自己的刷自己的 想刷自己的刷自己的 你没关系我 没关系 你什么疼不疼呢 还是有点疼 你没关系 看得出来 这家庭地位一定很高 等等我看电视了 让开 还是外面舒服 睡了 谁说我不想洗碗 这不是还没给老婆按肩膀吗 今天快快帮我洗电话 你啥子要帮你洗碗 这个话本来就是干个洗的 我说话回来就是干个洗碗 想我回来 你们就不准洗碗 啥子帮我说 我就不来帮你 哼 世俗中药 男人无拘无畏 大家心里点 在洗碗之前 我还可以给你两天分 做人做事 我总是从争面对 堪给叔叔委屈的 这不得连夜跑回娘家告状 男人你把你当时打到最后的吗 男人爱你给我骗 把我拼命要骗了 谁让我拼命的女儿 就忘了我拼命吗 就说今天我 我把饭出去 把地下扫过 把衣服洗过 这屋里打你的花花子 我心里打给你 你还要拿吗 拜托 会买零食的男生真的超酷的 男子把插了出来 给女的买零食 可是老是看不起你 你不一定老是会 唯一一个手里没菜的还坐上了轮椅 老人深夜离家出走的原因竟是 本以为终于能还自己一个公道 没想到警察一开口 到底从哪边磕头才能如愿嫁给穿鱼男人啊 听说 女人不能给足夺上香 你要是敢对穿鱼女人这么讲话 她会很快让你知道 究竟谁才是你的足夺 听说有些地方女人吃饭不能上桌子 如果一个穿鱼男人跟女人说你吃饭不能上桌子 下一秒这个女人就会掀桌子 而且这桌菜还是男人做的 我们家的女人根本就不会做家务 格林兄弟但凡来过四川盆地 都写不出来灰姑娘 因为这里的王子都要下顶白宝骨 都站得这么近 就不怕一会打输了挨骂吗 没有这套装备估计都不敢随意出门吧 这就是来自穿鱼男人的压迫感吗 我爱我没有谁 乐别发呆看我造型谁哇塞